贺岁跨年党电影怎么看 大家好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贺岁跨年党电影非常多 一步又一步 然后集中在下周末 就是跨年这几天上来的更多 那这些电影有看了的 有打算看的 有不打算看的 今天来专门说说 那准备去看的 25号 也就是今天 我要受邀去看 电影潜行的北京收音礼 然后26号 我要受邀去看 电影年会不能停的收音礼 年会不能停 我已经看了点映了 我觉得片子还可以 作为打工人喜剧 它很有它的特点 所以到时候收音里 就是二刷了 那到下周末 好几部新片子上来 金收指肯定是要看的 如果有点映 我可能提前就看了 一闪一闪亮星星 预售现在将近三亿 但这个片子 我应该不会去看 我也不是他的受众 然后就是 风小刚的《非诚勿扰3》 《非诚勿扰3》 现在的预售情况 很不理想 在现有的这些片子里面 可能是预售最差的 但是《非诚勿扰3》 我还是会去看 毕竟一和二 都给我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 那为了情怀 也为了把这个故事 圆满一下 《非诚勿扰3》还会去 毕竟原版人马 很多的演员 都会重新出现 要去怀一下救 但是这已经是 十几年前的电影了 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不太感兴趣 还有一部 肯定要去看的 就是美妹的 演唱会大电影 这个片子估计 票房不会很高 但是我还是想看看 这次泰勒斯威夫特 轰动全球的 巡回演唱会的实况 在电影院里头 其实在电影院里 看演唱会 感觉是很好的 之前有波西米亚 狂想曲 再现了当年的 昆尼斯乐队的现场神迹 包括之前 麦克逐克森去世之后 他演唱会的 排练花絮的 This is it 那部电影 在电影院里观看 其实体验都是很好的 所以这次演唱会电影 我想应该也不错 那在已经看过的电影里面 年会不能停 还是挺不错的 现在还正在热映的三大队 还是推荐大家去观看 之前这个周末 都是票房领先的海王2 作为超级英雄电影 作为大片 也是值得一看的 还有一部片子 我其实今天上午看的 但是我到现在还没太想好 应该怎么去评价这部片子 就是吕合背松的狗神 这部片子 评分是8.2分 评分挺高的 然后排片很少 很多人想看 看不到 我这边还是早晨的影院 临时加了一场上午9点半的 整个影厅里4个人 这个片子看完以后 我还是很惊讶的 因为很难想象 在我国会有一部 宗教含义 信仰含量这么高的作品上映 吕合背松 在这部电影里头 加入了很多 他对宗教和信仰的解读 这个片子的观影过程 也不是很愉快 因为很惨 很惨烈 这个男主的生活 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啊 他是通过男主和他的心理医生 这个两个人的对话 一步一步的通过闪回和倒序的方式 把他的这个惨烈的一生展现出来 真的是所有的人啊 对他都太狠了 他的这个命运实在是太可怜了 他只有在他的狗狗们中间才能找到这种归属感 但是呢 这个又不是那种宠物治愈系的那种电影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 非常凛冽的一个犯罪题材的电影 我觉得这个片子评分不低是正常的 但是他的观影并不是很逾越啊 如果你说让我推荐 我不是很推荐去影院观看 当然现在可能你想看也没多少拍片了 那现在上映了的和将要上映的 跨年党的这些片子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啊 还有一些可能就不是特别热门的了 那现在分析一下这些片 这些电影的票房啊 哪一部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在这个档期里面 那三大队和海王 我觉得五亿都是应该没问题的 但是后面有一个一闪一闪零星星 他的预售已经接近三亿 那最后的票房应该也不会低于五亿 但是会不会达报 像他们说的十亿二十亿三十亿 我个人认为是不会的 那在春 那接下来的啊 潜行金手指啊 《非诚勿扰3》 我现在看都没看出来有太大的 比如说超过十亿啊 或者是达报的这种潜质 所以我觉得这个档期里的 冠军大概率 还是在海王 三大队和一闪一闪亮星星 中间出现 当然我这个预测不做数啊 也就是瞎预测 谁知道 没准人家这个哪部片子 一下就爆了啊 这年头 这年头 这个电影可以评价评价 票房真是猜不出来啊 这是个玄学问题 好 大概就说这么多